嗨,大家好,我是Kistin 今天我要来和大家分享我拍摄的这个空间 也就是餐厅这个地方的改造 之前呢,在过年前,爸爸有漆了墙壁 我们把它漆成了白色,因为有选色障碍 所以呢,选白色绝对没有错 是最乖看,最简约的一个颜色 那明天呢,我们要来改造地板 地板是个大工程,没办法自己来 所以就由富民地板来进行施工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先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进箱子里面 方便他们明天施工 很期待我的餐厅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就赶快行动先打包 明天他们就来施工了 并不尽量地板 除非这个时候,留个等水 鼻涂盆 字幕� Jon Gokun 禅脑 同时,放开 上色银子 旁边 的剥出 半斑 会蛇 柠檬 旁边 猪蕾 这个 EMF 今天一大早九點呢 貨品地板就已經來到我們家進行施工了 那現在呢我來帶大家看看 我們家餐廳已經施工到一半的樣子 生底料 剛才中的同一筆 粉沒有筆放在這裡 水裡的摩托 之後再夾香 我們家餐廳 讓我們盛開 大黄奈 熔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趁现在师傅中餐休息去外出用餐的时候呢 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家餐厅用的塑胶木地板 刚好像有一些剩余的材料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款呢跟之前我们家客厅铺的PVC地板呢不一样 是因为它中间有一层HPC 里面呢有增加了湿粉的材质 那会让这地板呢更有硬度 那不会热胀冷缩 然后呢也比较韧性 那PVC地板呢就比较软 那这一次用的是卡扣式地板 也不会伤害到地板 这一款卡扣式地板呢 它的厚度有5mm的厚度 那它有5层 分别是J层是海面低层 J层海面低层呢可以防止小朋友在产队上面发出的噪音大概有18分倍左右 那接下来呢就是PVC 再来是HPC 那再来是PVC 之后上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耐磨层 接下来呢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家餐厅在这里延伸过来的这个走廊 这里呢有很多的柱子啊还有边边角角圆形的啊 或是90度的 他们的师傅都裁切得很完整漂亮 来看看吧 CVC CVC 吧 在你的 天 真的 遇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地板改造完后 巴拉巴又在处理一些小裂缝 补了一次油漆 现在的餐厅换人一新 全家人聚在餐桌前 享用美味餐点 最窝心最幸福了 餐厅原本的石木电器收纳柜是棕色的 搭配带点灰色的橡木色地板后 让餐厅变得更温暖 更有气氛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做的 素食加长菜料理食谱 还有居家生活收纳改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集见 拜拜